今天是協會小聚的日子 由於過往協會都比較在台北辦活動 因此跟阿滴找了台中在地的超強餐廳 《飛花落院合作》 辦了一個台中小聚,跑來認識一下大家 那今天的餐廳很用心 還有先詢問我們大家有沒有什麼不吃的 那我寫了我不吃海鮮、深冷跟內臟 原本還在想說,不知道這麼嚴苛的條件 他們能端出什麼,結果真是好吃! 都想,協會的最大價值除了資訊交流之外 可能還是在於這種有人陪伴的感覺 畢竟大多數YouTuber都是小小的團隊 遇到一些問題時,很多時候都很無助 而這時協會的大家就會成為他們心裡支持的力量 希望我們能夠把這個協會好好的運作下去 嗯,一定要!